这里面只有用到几个物件 IE物件 这里可能会用到比较多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会有一只Set Set后面这个就是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后面是说把你要的 像这个是DL 把它载到IE物件里面 才可以变成一个实体 在记忆体里面才可以Run 它里面有方法 就是执行到某个网页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准备好 再来就是把它载入之后的话 接下来利用它 这个还蛮重要 Document 纸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 by TagName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在TagID 不过常用 我觉得用TagName就还蛮好用 TagName指的是它的标签名称 找到你网页里面的Table名称的第几个 从0开始 所以你可能还要学会 会利用切到F 这个切到什么 切到你的要找的网页 F12切过来 按F12就是切左边这边 F12 然后按Ctrl F 寻找你的Table的数量 所以这边可能你还要学 为什么 Ctrl F就寻找 寻找的时候它会出现总共几个 目前的几个 你还要知道去往下找 哪一个才是你的 这边会出现你现在找到的第几个 这个方法你可能要熟练 那未来还有其他方法 不过慢慢你可能要学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开发工具 还蛮重要的 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蛛丝码击 就是网路上面一些线索 你有这些线索你就可以抓到你想抓的资料 那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OK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所以刚刚的程式 我们基本上就是先只有把什么 把里面的Table抓过来 丢到一个TBL 这个名称也是我们自己取的 Set这个TBL物件 然后再利用TBL 这个TBL现在就是一个记忆体里面的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我还要想找它底下一层的TR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 所以我在把这里面的TR一个一个抓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抓出来的结果 在我们的Excel里面的话 基本上长得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它这个就是一列放一个储存格 一列放一个储存格 那可是里面还有很多啊 你怎么没有帮我切开来啊 切开来 因为如果你要再把它切开来 你要再付出代价 对不对 你要怎么 再用那个TR的那个物件 点什么 get什么呢 get它的那个element 它的元素里面的TAG name 是TD的 然后再把那个TD呢 抓到TD的物件里面 然后呢再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啦 只是程式该如何写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办法 不过我已经写好了 后面有个抓TD的版本 它其实只是在下面多了4 有没有 这边有注解 而且我已经帮都会整理好了 所以因为没办法细讲 而且如果要细部讲的话 太花时间了 你们干脆就是自己 我先讲过 你们之后呢 再花一点时间揣摩一下 然后再把什么呢 再把它里面的东西 去先抓一列之后 然后呢再到这一列里面呢 去抓到里面的TD 因为可能很多的TD啊 你怎么知道有很多的TD 我刚刚讲过 你还是要慢慢熟悉这个 因为我抓到的这个TABLE嘛 TABLE里面不是个TR TR里面的话有TD哦 TD指的 这个后面不用看啦 看开头这个就对了 TD 它有TD开头 也会有个TD结束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头一个尾 那我们的资料的话 基本上哦 那比如说我要抓什么这个日期的话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按右键哦 你可以有个检查 它在哪里呢 它在这里 所以它的资料在这里 它一定在TD里面哦 可是TD外面有很多东西吧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那些东西 我们只要看这个标签 它叫TAG NAME 那我只要看TAG NAME 那我要把这个TAG NAME里面的东西 帮我抓到我的Excel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哦 我就直接用什么呢 GET嘛 ELEMENT 里面的BYTEG NAME是TD的 帮我抓出来哦 那抓出来之后 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那一样的方法 我前面有个I的嘛 所以我再用J好了 J等于0 到抓到的 因为抓到里面可能有四个 那第一个一定是0 所以先把第0个 那个格子里面的东西 帮我抓出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因为为什么要加1 因为Sales是从1开始 那我现在的那个 我们放在里面是从0开始 所以如果没有加1 那个顺序会错掉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不过你以后可以拿这当范本 这范本我也想很久 因为我程式也卡在这里 卡蛮久 因为我忘了加1 后来加了1之后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跑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执行 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些全部再把它直接执行 它一样会把IE 当然你最后那一行 可以把它注写掉 你有没有发现 我就把这一栏 这一栏 通通把它分开来了 它里面有四个TD 那我就0 1 2 3 然后分别一个一个放进来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就是说你可能要再稍微把程式看一下 那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写法 这边一种写法 另外因为这个有两个for 看起来我会担心同意可能看不懂 后来我想说写for each for each就一个for而已 就是意思说把那个TR里面的所有元素抓出来就好了 我不用什么哪一个在哪一个 所以基本上这边 请供各位参考 你可以把这里面直接把TR里面底下的子元素抓出来 然后直接执行 这个应该也是OK的 直接也是 它一样把里面的东西一个个抓出来之后放在这边来 结果是一模一样 东吴的网站 所以你们抓一下 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东吴的那个推广部的这个数位人才这个网页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希望把数位人才这个底下的网页 整个全部帮我抓到哪里呢 直接抓到我的什么 Excel里面 那要怎么做 做法其实我想都差不多 一你要先有个网址 二的话你要去分析 分析我刚刚讲过F12 Ctrl F 所以你回去 反正你多找一些练习 多做几次你大概就熟了 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有31个Table 那我要抓的Table在哪一个呢 你可以往下找 他往下 那怎么知道有抓到 你可以看他这边会帮你那个mark起来 有没有 往下往下 所以 还没到 这个不是 这已经到25了 这个时候26 所以我这样26 那因为从0开始 所以你要把它减1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这个网页试着抓下来看看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这个你找到这个Table里面 我后来发现他抓下来还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还有包一层什么 本来应该里面是直接TR 就它变成里面还有一层叫Tbody 这边你要抓可能你还要再跳过那个Tbody 给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 试着用那个改成IE物件来抓取网路上面的资料 那也就是说以后只要能够在浏览器里面被看到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抓下来的 只是说你要熟悉 我刚刚讲的啦 至少HTML 如果你不懂什么C CSS Javascript 这个可能慢慢来啦 至少你要对HTML里面的基本标签 像一个网页里面的结构 拿一些标签 因为我们抓网页上面的资料 都是主要是用getElementByTag的Name 所以如果你对TagName的名称假设不熟悉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抓不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cred了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